香港這個議題 上個禮拜五 大家很關心說 到底美國總統川普 會如何的制裁 香港國安法這個事情 我們大家會談WHO 重點居然放在WHO 可是呢 他的制裁中國大陸 簡單的六個字 雷聲大雨點小 态度很強硬 沒有手段 你知道川普 川普在講到 就是說呢 這個現在的各個 大城市的這些的暴動 我們說暴動好了 他在他在解釋說 這這些的這些抗爭行動的時候 他講說有外力介入 哈哈哈哈 有外力介入一出來之後啊 當然北京的官方是沒有反應的 但是我我我我看到的有一些網友就說 是說我嗎 哈哈哈哈 是說說說說說說我們嗎 真的嗎 我們已經有有能力去介入美國 好開心喔 對就是大學說真的嗎 真的嗎 好像有有一點就是就參加頒獎典禮宣布 你對你得獎了 哇我得獎了 我出門啊 就是說竟然有外力介入 就川普就瘋了 就是他他你難道不知道美國社會的這些非洲裔的朋友們被你壓抑踐踏的有多慘嗎 我們現在要談 好香港 我只突然想到我我我聽到他那講說我就蛤 有外力介入有外力介入 那真是太太厲害了 好那香港他的他對香港的制裁 因為因為香港版的國安法嗎 對 OK 香港版的國安法在上個上個星期五 星期四通過通過了之後 當然從從這個蓬佩奧 開始就音量 香港失去了自治的能力 失去了他的高度自治的地位 所以呢現在就就等禮拜周末的時間 等我們 等我們特朗普大哥翻牌 特朗普大哥一翻牌了之後 美國股市大漲 沒事了 就那個反應 你知道那個市場的反應非常的有趣啊 就在那個美國時間的下午三點 就這樣一路往下跌一下往下 大家等川普到底說什麼說什麼 突然之間他宣布完了之後 他看一眼咻就上去了 你去看一下就上個上個星期五深夜到星期六 凌晨的那個美股的走勢 非常有意思 開開低然後 像是一個懸崖版的一個東橋 然後眼看著就要往往往下走 因為大家覺得說他不可能只去制裁香港 你制裁香港打香港幹嘛呢 何況你打香港根本沒有什麼籌碼 因為你明明從香港賺了這麼多的錢 對那你殺香港那那不是殺你自己一刀嗎 你一定會去制裁大陸 所以你很可能被大陸寄出新一波的經濟制裁 會出很重的手 所以大家就刷就往下殺 結果他講完話之後咻就上去 就是對香港來講 貿易好像受傷不大 金融影響不大 然後連Face One就是中美之間的第一階段的貿易協議 也不受影響 咦這在制裁什麼 就制裁了一些 嗯中國大陸的部分留學生 不可以到美國去留學 這部分有多少呢 多部分呢 大概就是三千人 嗯 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少 沒有錯了 就是他基本上面就就是 就是在香港這件事情就雷聲大 雨點小 政治的姿態呢 非常非常硬非常高 話講得非常狠 對 但是呢手手段上面呢 你就覺得不成比例 嗯 就是那個落差很大 那個落差很大 你也千萬不要以為說他心軟 他不是心軟了 他沒有什麼手段 因為他知道說他做的任何一件事情 都會重傷自己 對 他並不在乎說香港受傷有多重 他不會盤算說 哎 你傷十分我傷七分 他不會這樣盤算 他不 他就是哇 我連受傷這兩分 我都承受不了 所以他不能夠忍受自己受傷 對 因為上個禮拜我們談香港談很多了 像我們特別講到就是說 你不能因為一個香港版國安法通過了 然後你就是憑空想像扣個帽子說一國兩制變一國一制 不是就是沒有沒有沒有港二十三條的才違反一國兩制 因為一國兩制本來就有港二十三條 那這個是在中英的中英的這個就聯合聲明裡面來講 對於香港基本法的設定裡面就有港二十三條啊 所以你不能說我把港二三條補回去了之後 什麼叫違反一國兩制 什麼叫違反一國兩制 那才是一國兩制真正的開始好嗎 所以如果你認識這一點再加上我們我們之前講過 美國因為在香港有總領事館 這個總領事館監管澳門 那澳門澳門所有的這個就是這個一國兩制的體力都都完備啊 他的澳門二三條擺在那裡啊 他的澳門的澳門版的國安法二零零九年就通過了 澳門版的這個就是說呢 他的國安的機構二零一八年都設立了 美國的總領事館沒有任何反應啊 那為什麼香港通過你就有反應 基本上就只是時間空間的問題 這個時候香港問題的大勢的炒作 仍然是一種政治炒作 可是這個政治炒作很快就被人家看破手腳了 對所以美國不是大長 我說大長並不是指數大長 因為指數後來是小跌了 倒窮是小跌 但是納斯達克跟貝塵半導體都是大長 然後剛剛我們網友已經通知我們 就香港恆生指數現在已經漲3%了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就看到美美國的要很虛偽 就這個制裁到底有效沒有效呢 其實你從那個股市上面 我覺得這個反應非常的清楚 如果如果都聽到 禮拜禮拜禮拜四禮拜五呢 聽到蓬佩奧的講話 然後去放空的 那都不是衰都衰 所以是衰死了嗎 就是想說我放空了 想說準備看你好好的補一刀 搞了半天之後呢 結果呢被軋空 好不過呢 這整個事情啊 其實還是要弄到 中美的大框架裡頭來看待 現在你看到這兩件事情啊 其實不能夠 不能夠單獨的來看 一邊呢是這邊英國 英國呢 為了要對抗中國大陸的5G霸權 你知道主要當然講的就是華為嘛 所以他們現在呢要組一個十國聯盟 一起呢來對抗中國大陸的5G霸權 希望幫助自己升級啦 那這裡面呢 這十個國家跟現在美國 因為他的G7本來預計6月要開的 是的 結果德國總理梅克爾很明白的拒絕了 然後川普只好吞了之後呢說 啊那就延到9月吧 然後他說那這樣子我們不要G7 我們G10好了 或者G11 G11 可能這裡面呢 再把從7到11就是711 711 好把澳洲納進來 把韓國納進來 然後把俄羅斯給納進來 然後把印度給納進來 很明顯的是針對中國大陸而來的 當然是啊 但關鍵來了 你覺得 美國的這一個 不管是G10或者G11 他到底組不組的起來 因為英國英國想要去 Do something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英國 總要找個地方去發洩一下香港的情緒嗎 我覺得也包括就是英國 因為現在脫歐了之後 他現在很急著跟美國簽署貿易協議 我覺得他承受了美國極大的壓力 沒有錯 非要跟美國配合不可 因為美國美國在5月份做了很多的示範 就是告訴你就說我的拳頭有多硬 之前我們講過他到以色列 蓬佩奧是全世界 而且在在3月以後 唯一還可以飛飛出國的政治人物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政治跟領導人 在3月以後出國的 那蓬佩奧可以 他專程飛到以色列6個小時 6個小時之後告訴以色列說1234 你們就就照著做 然後呢蓬佩奧的片面宣布以色列也不否認 蓬佩奧宣布就說我們今天做的不是指針對以色列 所有的我的盟邦都一樣 再來我們的態度更會不一樣 以前我都是那好言勸你 就哎你可不可以不要這樣不要這樣 很抱歉以後我們不會如果不聽就制裁 對那就是呢打以色列給給大家看 那以色列呢也就一個願打一個願哀 以色列就安安靜靜的被蓬佩奧這樣敲 那英國剛奉金講就是因為他脫歐之後他尋找他的國際的新槓桿 他要找到那個槓桿 所以他一直在這思考 香港的這個事件讓英國會覺得他是不是找到了一個槓桿 就是終究這個事件在這個時刻發生了之後 他覺得英國中英聯合聯合聲明啊 我總應該呢可以去可以去操操作就借著香港 然後呢借著呢去去反中 加入這個反中的陣營這個時候呢是剛好最好的時候 因為有香港的議題可以讓他堂而皇之的加入到反中陣營 可是你看到美國準備從G7到變成G11 從711的這個過程當中他挑的幾個國家都是還中國國家 他挑挑印度挑澳洲挑韓國挑俄羅斯把中國周圍的國家都邀了 他就是沒有邀邀中國那中國在幹什麼 你那基本上就是一個反中大聯盟想要組一個反中大聯盟 可是會成功嗎 我覺得我很好奇他到底會不會成功 因為你會發現他點名來點名去啊 其實呢就是四個國家現在是彼此之間配合的 美國現在有了英國加陣駐政 然後接著我們再看到的是澳洲 澳洲很開心的澳洲非常堅定的站在美國這邊 我覺得當然跟美國現在的執政黨 他其實以反中起家是有很大的關係的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加拿大 所以算來算去就是五眼聯盟當中的這四個國家 英美加拿大跟澳洲 我覺得比較明顯的是呢 他想要拉攏德國 德國是非常不買賬的 這次G7之所以六月份會開不成 就是德國梅克爾是很直接的拒絕六月去美國參加 所以川普只好延後 因為我的G7裡頭如果少了一個德國 那那全世界都會把他當成一個笑話 而且他可能會有這個連連鎖效應 可能法國也不去法國義大利 義大利也不去都有可能 當然就是美國所邀請的這幾個國家裡面 並不是他邀請的固然美國做大哥 他叫了大家都會怕 就是今天你在馬路邊碰到一個流氓流氓大哥 坐在那裡你過來一下 你怎麼辦你你不過去嗎 你你心裡面怕怕怕的稍微發抖 你還是慢慢的往往那邊走走過去啊 就那個大大哥坐在那就是 你來一下你當然只好去 可是呢有一些國家一定要猶豫 俄羅斯會不會去 我先講韓國就已經猶豫了 因為韓國媒體就報導說 韓國的官方呢聽到這則新聞的時候 他的回應是我們還沒有說到正式邀請 等說到正式邀請的時候呢 我們再好好考量 就很明顯的是猶豫的 因為他們並不想要為了美國去得罪中國大陸啊 對因為G7跟跟G20不一樣 G20我們之前講過了 因為G20的峰會的行程呢 是在是在華爾街金融風暴之後 他有一個非常清楚的一個脈絡 就是作為全世界包括地緣經濟上面 主要的經濟體大家共同解決或者共同去尋求 今天國際社會當中比較大的政治經濟問題的共識 但是G7就不是因為G7太久 他基本上他的框架是上個世紀1973年的 就是能源危機之後所設定的 現在有很多的這些國裡面 你包括今天的 義大利 今天義大利這些國家的經濟實力 其實比很多的地緣大大都要差了 對 你擺在G7裡面太勉強了 其實加拿大的也是 沒有錯那好吧那你要那你要去 再加上呢 G7它本身是一個政治性的聯誼組織 那你要把這些國家擺擺進來 你又沒有辦法設定agenda 再來就是你回頭去看過去幾次G7開會都非常的不理想 呃每一年G7幾乎都都都成為G6 plus one 都是一樣都六個國家在罵一個 就最近的兩年 對都六個國家呢在罵一個 那些的照照片都很僵硬啊 都是都是呢幾乎呢六個國家的元首在跟呢 在跟特朗普川普呢在argue 更何況今年在防疫期間視訊也開過了 是不是一定要開個實體會議 沒有那個必要 這些國家的元首他們不會看不懂 你只有兩個目的 第一個你要去敲打中國 對第二個你要叫這些所有國家的元首呢 這個時刻到美國來朝聖給你川普沖喜 哈哈哈哈沖喜 他就是來了來給你沖喜 不喜歡這個形容詞 就是來來給你沖喜 因為你因為你沖喜 因為你川普現在混混混身的都都有病喔 那美國呢現在呢就是給人家感覺很很衰 所以呢藉著這場峰會呢 他想要去宣告 就是你看美國已經沒有事了 你看這世界各國的這些的元首都來操控了 他們來給我沖喜 而且呢我的地位呢是鞏固的 我覺得梅克爾第一時間的判斷是非常精準的 而且那個判斷 梅克爾就是一直在推 就是今天今天有有有有一個男的一直來來約你 我們一起吃飯 梅克爾說我今天很忙 那那明天啊 明天呢我也是後天後後後後天呢我爸媽的要叫我幹嘛 他你找任何的時間點我都很忙 你找任何一個理由你發現梅克爾他都會找個理由把你推了 嗯基本上面我認為在川普的這個任期之內 在十一月的選舉之前 嗯這個峰會我和鳳姐討論過之後 我們的共同看法就是辦不成 嗯除非川普競選連任成功 那也許各國還必須要看美國的面子 可能還是要來一場峰會 對啊 但是在他選舉之前我覺得各國並不想要選邊站 對因為他他原來想說九月份六月不行 好吧那我們就九月吧 九月因為你你總沒有藉口吧 因為九月聯合國大會要開議 嗯你們總要到紐約吧 嗯接著到紐約的時候順便開個會總可以吧 嗯那九月是怎麼樣我不知道了 反正大家各有各的盤算 重點就是說沒有人想要再借著你 跟著你的川普的音樂跳舞去去反中 大家跟中國之間關係沒有你川普這麼糟 第二個也沒有想要去跟你川普去沖洗 誰看不出來就是說因為你現在很衰 所以希望把大家都叫到紐約來都叫到華府來 營造出一個我川普呢可以把所有人都叫來 站在我面前聽我講廢話的那種的氣氛 所以不會是只有只有梅克爾 我覺得會有許多的國家在這個時候都會給他軟冰子 不過我覺得這件事情去看清楚美國在國際政治操作上面的局限 你看到他現在為什麼急著要拉盟友 不管是拉澳洲拉英國拉加拿大這些當然是被他施壓最嚴重的國家 現在急著要擴大那個所謂的朋友圈呢 把韓國也納進來 那日本是他的囊中部啦 把韓國納進來把俄羅斯納進來 然後把印度納進來 這都凸顯出他要靠單獨的力量 甚至於這只有五眼聯盟這幾個國家要去對抗中國大陸 他覺得嗯沒有效果 現在看起來確實沒有效果 對好就要阻擋中國大陸的繼續的崛起這件事情 似乎失效 所以他找更多的朋友 但問題是他沒有一致的策略 那個一致的策略是說我如果要組成一個聯盟 那我當然是長期的 你來我這一邊幫派老大哥總是要給點好處嘛 他不給好處 偶爾敲打你兩下 然後踢你兩拳 然後接著說你要跟著我在一起 然後一起去對抗另外一個人 你損失經濟力是你的 這世界上有這種老大哥嗎 當然沒有就是你要在當幫派了老大 固然你一定是拿最多的 可是你要必須要趕分 你要趕分啊 你要趕分 就是讓你底下為你賣命的人 也覺得跟著你的是有好處的 雖然我知道最後你還是分到最大塊 可是最早我也分到很多啊 那美國美國跟過去最大的不同 就是過去美國給那一種就是 他願意拿資源出來分享 但是現在美國不是 現在的美國的走他的單邊主義 走他的霸權主義 他要求美國的企業就是 American first US first的情況下面 把企業都要叫回來 企業叫叫回來那種的氣氛 難道只是從中國叫回來嗎 不是這只有中國而已啊 你所營造出來的氣氛就是很自私的氣氛 過去我們常講五眼聯盟 五眼聯盟現在 美國自己都不太好 因為五眼聯盟過去 大家不會特別去標定 你作為那種的白白人主義的 安格魯薩克遜族的聯盟 講英語的 你現在就是啊 五眼聯盟其實就是一個 安格魯薩克遜族的英語聯盟而已 的白人至上聯盟 對 那你這個時候去這樣子操作的時候 對中國不會有壞處 你必須要讓大家更能夠認同你的價值 不過認同價值這件事情 就回到我們待會要談的就是 上個禮拜我們談到過了 歐洲跟美國之間 現在讓大家最擔心的就是 他走上了價值分裂的道路 非常明顯 而英國又跟歐洲不同掉 其實如果在講聯盟的話 會不會把台灣給納禁 會啊就是 現在英國英國英國 英國英國 英國 英國 英國傳出來的消息 說 因為中國大陸很阿拔 現在英國呢 為了要對抗中國大陸 川內閣正在討論 要在五年 這新聞最有趣的地方是 不是立刻承認台灣耶 而是五年之內承認台灣 我覺得這則新聞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 傳說 然後同時呢 我們說五年反正五年之後應該沒有人記得這則新聞了 對啦不會記得 當然這點呢 只有只有在台灣的自由時報 他會呢 他會熱烈的反應 就跟 就跟上個禮拜我們說呢 當吳釗燮說 兩岸會發生軍事衝突的時候呢 台灣主要媒體都有 但自由時報沒有 但這條新聞呢 台灣主要的媒體都沒有 但是只有他有 對 你知道台灣如果你只看一份報紙 你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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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得 你的你的世界跟其他人的世界是完全不一樣的世界 不管內閣有有沒有 哪怕只有一個人提 他就會說 內閣討論 對對對 有啦今天呢 今天右翼的政客呢 隨時有可能發表這瘋狂的言論 但是有某個人講個一段瘋狂的一段話之後 你要把他呢標定成說 說呢在內閣討論 那也太誇張了一點 因為這五年之後 到底這內閣還在不在 當然不會在喔 所以這個討論說五年內 這不是一件很好笑的事嗎 對就像就像我們每次呢 在網路上面的網友這麼多 只要有網友寫一句話大家就說 網友說 對網友反應 是哪哪一個網友 是那個死亡的朋友嗎 就比如說網友反應 這種就是媒體的標題 他經常所隱含的他的價值 那這種的看了呢 笑一笑呢就過了 要多的та一個 很好笑 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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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an